厚迟 你的孩子天生神漫 会耗光你所有的惊喜 他要是活着 你的身世就会保不住 我能 感觉到 他即将要降失了 你答应我 就算 我死了 你也要替我 守住这个孩子 不行 不行 厚迟 救你了 一定 你 要替我守住这个孩子 他 是无辜的 好 我答应你 好 这孩子是 是旧母的 我太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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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池 你看 是个男孩 你看他多可爱啊 小小的 很像青木 后池 你给他起个名字吧 他父亲已经走了 我也快走了 就给他起名 叫气吧 气 气 小家伙 你的名字和天启叔叔一样 以后就换你叫元启吧 往后 他要是问起他的父亲母亲 请你们转告他 他的父亲 是北海上军青木 英雄乞丐 出墙腐弱 一生坚守自己的挚爱 和正义 他母亲 后持 一生幸福 有三五知己好友 易德 父神 和他丈夫的宠爱 一生无忧无虑 上古真神 为了三界 牺牲了自己的性命 如今 就当是我替三界 来还上古之情吗 上古主神觉醒 若是能记得我 还记得这世间 有过青木和后持这对眷驴 还记得他们的爱情 请帮我转告他 能够作为他的觉醒之趣 我虽有缘 亦赶到 三生有幸 是神花 你怎会有魔族之物 从剧毒 封住自己 封住自己 大海 神经神 有了 只有我能辅 别人 明白 妖神 你大闹苍穹之境的时候 就应该想到妖族会落到如此下场 堂堂妖神 妖力竟如此空虚 亏得我母神让我拿出此物 看来真神也不过如此 白绝 你不是昏迷了吗 大哥 神尊面前不可无理 竟敢动用魔族之物 自负着去玄天殿前 等候你赴神发落 罪君后痴在哪 本君自会护下她 不用你管 你最好一辈子护着她 否则 众生真神之罪 她十条命都赔不起 老实 我 死侖 我 神经 我竹头一身 活不久了 别胡说 本尊实力可通天地 怎么会护不下你一人 是 我家沈泽 本事大着呢 可是沈泽 此月没了 三天一死 我已将不在 以后 谁护着你呢 先是月明 再是你 子安 本事大议你 从今往后 并不再任性往回 我大议你